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宗周就是以周为宗 更准确的说是以周王室为大宗 宗法社会的基础结构就是大宗和小宗的关系 就像一棵大树 大宗是主干 小宗是枝枝叶叶 小宗通常具有双重身份 对于上一级的大宗而言 自己是小宗 对于下一级的小宗而言 自己是大宗 就像树干上携生出来的一根树枝 对于树干来说 它是枝条 对于从自身分叉出来的更加细小的枝条来说 它就变成了主干 只有周天子那一系是永恒的大宗 就像树干一样 礼乐制度的意义就在于维护宗法结构的井然有序 这种井然有序表现出来就是天下宗周 犹如百川归海 但问题是 天下早就不宗周了 周天子的地位已经连小国诸侯都不如了 只是偶尔有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 需要借助一下周天子的旗号 会做一点貌似宗周的表面功夫 在胡三醒的理解当中 金师应该是首都的意思 既然天下宗周 这里所谓的首都应该就是周朝首都洛阳 金师就是洛阳 这一点应该没错 错就错在这和天下宗周与否毫无关系 当时的金师并没有首都的意思 金原本是周祖起家的时候的一处地名 是周祖祖先公留的大本营 后来金呢就像前边讲过的楚国的营 由专名变成通名 新的都城呢也用金的名字了 至于金师的师 原本很可能和北京复城门的父是同一个字 意思是高坡 经常用作地名的后缀 就像今天很多城市里 都有以铺做后缀的地名 比如北京的马家铺 高家铺 十里铺 胡三醒 没想到这一层 把金解释为体量大 把诗解释为数量多 如果在全国范围里找一个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的城市 通常情况下 确实非首都莫属 这样的解释 并不是胡三醒的个人发明 而是从公羊传来的 春秋记载周环王 迎娶祭国公主 原文是 祭祭江归于金师 说祭国这个姓江的小公主 嫁到金师洛阳去了 公羊传深骂春秋的文字细节 说金师就是天子的所在地 之所以叫做金师 因为金表示面积很大 士表示人口很多 描写天子所在的城市 必须用这样的字眼 公羊传政治正确的背后 经常是些事实错误 这次呢 也不例外 金确实有高大的意思 士也确实有人多的意思 所以这个解释还真很难让人发现破绽 直到1941年 杨树达写出 博公羊传经师说 这才算波乱反正 胡三醒 当然没看过这篇文章 在自己的时代局限性里 被公羊传引向了歧途 那么诸侯汇于京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史料出处到底何在呢 司马光为什么就不能多费一点笔墨 把事情交代清楚呢 司马光当时应该很为难 手头的材料太乱 彼此的矛盾太多 真不知道该怎么整理 就这件事 司马光只有两个主要材料来源 一是史记 二是战国策 于是问题来了 不但史记和战国策矛盾 两部书各自的内容里 还尽是自相矛盾 事实怎么都梳理不出来 首先 时间就很难确定 诸侯未必真是在周贤王二十五年 会与京师的 其次到底是谁发起的这件事呢 也许是秦孝公 也许是卫会王 再其次 集会地点也不确定 也许是京师洛阳 也许是庞泽之首 最后 集会的目的是什么呢 也许是秦孝公高调称霸 也许是卫会王 力压群雄 如果拿小学生写继续文的六要素来衡量的话 就会发现 时间 地点 人物 起因 经过 结尾 没有任何一个要素 是可以板上钉钉的 司马光 无可奈何 只好含糊其词 等问题到了朱熙手里 朱熙也没下考据功夫 只是原话照抄 但司马光的原话 经过朱熙这么一抄啊 等于镀上了一层意识形态的筋 让引起身 刘友义 还有许许多多朱熙的仰慕者们 深挖恨绝 煞费苦心的破译出了 朱熙未曾想过 司马光 更未曾想过的高深密码 今天我们也看不到什么新材料 可以给这桩公案 盖棺定论 学者们的考据 各自一词 很难达成共识 看上去最有可能的情况是 魏惠王是这场集会的发起人 遇会者大多是魏国的小弟 大家先在魏国境内的 庞泽之首集合 然后浩浩荡荡的去见周贤王 魏惠王之所以要搞这样一个排场 应该是按捺不住称霸的雄心 又因为称霸之路有点坎坷 接连吃了几场败仗 所以呢 想靠排场来提振一下士气吧 但是姿态一旦高于实力 难免要遭社会的毒打 庞泽之会 虽然给魏惠王迎来了短暂的高光时刻 但魏国的国运 马上就要急转直下了 作为集会地点的庞泽之首 你也许觉得似曾相识 没错 前面讲过 周贤王八年 也就是秦孝公余年改元 发布重要讲话 决心把秦国引向复兴 吴童树招来了公孙央的那一年 在魏国是魏惠王九年 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 魏惠王在当年办了两件大事 一是迁都大梁 二是把庞济之首赐给百姓 这个庞济之首就是庞泽之首 或者简称庞泽 它是黄河水系的一处湖泊 紧邻大梁在当时是个可以让人靠水 吃水的好地方 魏惠王把庞泽开放给老百姓的第二年 着手新修水利工程 把大梁附近的河流和湖泊打通 因黄河水灌溉农田 到了庞泽之会的时候 庞泽很可能已经成为一个风景优美 适合围猎的场所了 你可能也知道黄河由于泥沙淤积 河床的不断提高 在河南郑州开封一带形成了悬河 那么听到魏惠王的这个引黄河水的工程 会不会产生一个疑问 他就不担心泥沙把湖水填了吗 从周贤王九年水利工程开工 到周贤王二十五年举办庞泽之会 这十几年间黄河水 难道没把庞泽一带的水系统统毁掉吗 看来一切都好好的 因为黄河的水质并不是一早就像今天这么糟糕的 不只是战国时代 就算到了唐宋年间 黄河的水质依然还好 所以庞泽才会成为唐朝的游览圣地 旁边的蒲田泽才会在宋朝被用作变水的水库 今天我们看清明上河图 如果从画面核心的变水逆流而上 超越画幅的限制再走一段的话 就能走到蒲田泽了 王安石变法期间 也曾经在开封周边大搞水利工程 引黄河变水灌溉农田 很有增产效果 可见当时的黄河水 就算谈不上清澈 但完全可以正常使用 魏惠王时代的黄河就更没问题了 魏惠王在庞泽集会诸侯 在共赴京师朝见天子 这是周贤王二十五年的事情 然而到了下一年 《资质通鉴》记载的唯一一件事 却是秦孝公派人在庞泽集会诸侯 一道朝见天子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秦孝公在搞模仿秀吗 我们下一讲再谈